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们看到宾式的新车是不是都讲48伏 所以它慢慢的要从这个方向去做转变 那当然了 刚刚钢铁人开了这个ODI的E-Tron 其实Marsiri Spence 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电动车的系统 对不对 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它这个类似GLC造型的 这样一个休旅车的电动车 那未来呢 这些车子 这些系统将要下放到 所有的一个车型上面 那刚关于提到的这个S-Class 预计是在2020年要改款 当然最快我们可能在今年年底就有可能看到 它整个这个整体设计来去做亮相 那当然S-Class有非常多亮点 除了这个48伏这个系统是一定会有的之外呢 之前我们看到什么MBUX这些系统 都会在S-Class上面呈现 当然了 除了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的之外 目前预测它可能会有后轮转向 气压悬吊那甚至它会采用隐藏式的满把 什么叫做隐藏式的门把 就是很像这个Tesla这个门把 是不是平面平贴式的 你要用的时候它才会浮出来 或是这个Vila Vila的门把也是这个隐藏式的门把 那当然这样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风阻系数的一个这个表现 让这个车子更节能 然后而且外观上更平整更美观 当然因为S-Class是这个Mercedes-Benz的一个当家旗舰 所以说它要再推出电动车 也这个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 只是在什么时间点会推出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电动车的车型 除了滨市呢 当家的旗舰大型房车 S-Class即将进行大改款之外呢 其实它的竞争对手BMW呢 当然也有一些动作啦 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 就是大七的部分也要进行小改款 没有想到麦斯你竟然也去开了这台车喔 刚才那个爱大讲说 这个新的S-Class要大改款 这会加什么气压式悬吊啦 然后会有这个后轮转下 对 车材系统 对啊 刚才那个BMW听到之后在那边偷笑 就说哇塞 这些东西我五系列就有了 你怎么知道 S-Class的大改款才要再装这个东西 改款的形成不同啊 我这次去葡萄牙试驾的时候 其实它这次很妙的是说 我们虽然是只要是试驾这个七系列 可是它现场也放了这个八系列的敞篷车 以及这个最新的这个 画面上看到这台休旅车X-7 他就会发现就是说 因为这一次七系列小改款 它虽然定位为小改款 但是大家很注意的是什么 是它的车头 因为它的水箱护照 比之前大了大概40% 大家就讲说哇塞 这个水箱护照 真是只有BMW可以超越BMW 可是很妙的是哦 原厂车就跟你讲说 可是哦 你在现场看 当这台车子的水箱护照 大七的水箱护照放在X-7旁边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它很大吗 你忽然就会发现说 其实感觉好像起来也蛮搭配的 加上这一次新的小改款的七系列之后 它的整个车身的轴距 都变得比前台更强 所以你会觉得说 它变得更霸气的 我们现行的这个七系列 它的车头稍微扁一点点 也就是说它的眼睛 有点像是我们中国人这个画眉 就是稍微平了一点点 可是你发现当它把这个车头的 这个水箱护照放大之后 而且它车引擎盖的 这个最高的这个端点 这次设计师呢 它也稍微往上拉了一点点 所以也就是说 它本常在它的脸是稍微 比较修长一点点 它现在稍微把它拉长一点点 拉宽一点点 就会发现说 其实整个比例上面来讲的话 搭配得非常好 而且这台车子呢 它台湾车迷呢 不用再等太久 因为台湾饭的 它表示说 在六月的第二周都会进来的 而且各式动力都有 不过呢 稍微可惜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是兵士 它现在都要推48V 这次的770年 虽然说我在国外 我试驾到这个所谓的PHEV的这个部分 可是台湾的部分呢 因为总体理它说 因为这个 价格的关系 它就说因为销售量不是很好 所以它就是没有打算要引进 但是呢 在这个动力编子上面 它总共有730D 730i跟740i 这个是属于短轴的部分 长轴部分就从740Li 到750Li的X-Drive 以及就是号称呢 有可能是最后一代的 就是V12气缸的M760 760Li这个部分呢 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内 同时导入到台湾来 那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来看的 这个呢 就是距离我们真的也 稍微比较接近一点点 就是国内的Luxian呢 也推出了S5版本 算是属于GT版本 而且呢 这个不只有GT 它有GT225 那由这个GT教父 随也和敏呢 先生他所调教的这一款车 其实之前冠营有到 autopolis赛道上面 直接去试驾过了 其实它在各方面 真的有很大的提升 Rick是不是帮大家稍微 来提点一下呢 对 刚刚有讲到 是由GT-R的一个教父 随也和敏所一手调教出来 那它其实S5这个GT 跟GT的车型呢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 在1.8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上面 在进行一个 它就是跟UQ是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再进行一个调教 然后让它的最大动力 可以到225匹 对 然后它其实这次的 还有特别一点的是 虽然它还是用 所谓的自排变速箱 但是他们 所以和敏先生 他其实透过一些技术 把这个变速箱的 换挡的反应 去增加 让它更快一点 让它换挡可以有点像是 我们传统的一些 双离合器变速箱一样快 所以它的换挡时间 可以到0.3秒这么快 也是非常接近 所谓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它确实目前是 国产房车的一个性能 其实我们现在都看到 它的性能科技 其实Loggen 它应该说 透过水尔和敏 对他们的一些专业团队的调教 其实都已经非常的到位 以国产车而言 所以我觉得 现在国产车其实进步的程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还有他们 还有贴心的 为副驾乘客着想 因为他们说 就是家里买车的时候 通常女性的车 女性也是意见 也可以左右 很多的车主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们在副驾的方面 座椅方面做了一些修改 他把座椅的椅垫 加厂了一个15mm 还有软度跟椅背 对 然后泡棉 特殊的去设计了一下 就是要让你的副驾 你的泰座 可以做得舒舒服 这样它说不定会让你觉得 这车其实很好做 好吧 那就买吧 而且它在配备上面 其实也是配好